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们有问题的就可以举手 那你如果不方便开麦讲话的 那你就在留言板留言 今天4月8号2023年 我们一样一个免责声明 谢罗伊西是一个非盈利事业组织 那我们都没有盈利巡违 所以你在外面如果有看到任何要拉你进群 或者是不要相信 最近诈骗都还蛮猖狂 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没有赚任何一毛钱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事业组织 受美国国税局监管 我们的YouTube的影片都不会放广告了 可是YouTube还是会放广告 那个也不是我们控制的 我们都没有开通任何的营业模式 所有的影片跟内容 还有我们在这边的对谈答复都是教育为目的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 所以所有的投资都要自己研究 自己负责 投资的风险很大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承受一年是70%以上的下跌 那你可能那个资金就不应该投入市场 你如果没办法承受20%的下跌 那你就不应该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投资要谨慎 投资者要先了解投资才进行投资 所有的投资都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 投资者永远极度乐观 我们永远迎向阳光 市场终将上涨 永远上涨 从我的眼光里面就没有下跌 市场投资需要忍耐 要短期 市场总是会震荡 你要忍耐才有获利的机会 财富值得等待 好 跟大家分享几个朋友的状况 那也大家一起学习 就是说 他这位朋友他的税率在35% 37% 美国联邦税 但他收入已经蛮多的 那他说他的还要不要从Traditional IRA 转Roth 如果一转过去就是最高税率了 他的Traditional IRA 现在有2.6个Million 美金 260万美金 如果一年转10%他也永远转不完 而且转10%都要20几万 那一半也都要缴税了 20几万也没到一半了 嗯应该是28% 30% 30% 那因为税率不是都是最高 他是累进嘛 应该是30% 可是也是美国最高税率了 所以他发现他在Traditional IRA 所以算吓死了他就要缴10几万 嗯应该没有到10几万吧 嗯 20几万差不多在 看他哪一周了哈 嗯 加州 20几万 嗯 差不多6万块吧 哎大概 如果夫妻的话那就会更更低一点 又多了1万多的Dictictable 这个哈为什么 好这里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假设像Steven上次他是医生 他的税率很高 那需要不需要转 啊其实转不转都无所谓了 反正最后那个账户里面的钱 一半就是要给政府嘛 就是所有的 所以 所以啊真的是躲不掉 哦所以一开始放到Traditional IRA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哦 所以啊如果你的税率还不是很高 那你还有Traditional IRA 的 那你应该赶快转 尽量转在24%或32%以内赶快转 哦 那他说他今年已经退休了 哦那我说你赶快转 哦赶快转 哦他应该回台湾去玩 然后所以啊 因为通常是市场是持续上涨的哈 我们期望值当然就年底会比年初来的股价高 所以你在年初的时候转当然就是 机会比较好嘛 当然去年转的像我去年年初就转了那 那当然就好像去年是做错了 可是其他的 十几年都对啊都对 所以啊 还是早点转啊 说有一年错不代表啊 这个期望值不存在啊 所以啊你转的时候转在24 最高32% 因为32%再上去还有个税率 所以啊 在这个税率里面尽量可以转就转 其实 因为他 Traditional RIA里面有260万美金哦 所以他应该最后这10年所赚的钱都白白做了哈 因为他如果早一点转的话 他可以省很多税 我算过差不多省几千万的美金的税 啊我那时候算是80岁的人 如果你早一点退 80岁就退休的 哎50岁就退休的 50岁就退休的人 你可以省一千多万的税 那你50岁做到60岁才退休 那你一千多万这个10年 没办法转你少了 你你少少掉的税 就比你的薪水还高了哈 一千多万十年 一年要一百多万 你年薪有一百多万吗 除非你年薪有一百多万 的奉走哈就是所以啊 这种状况的人就是 你确定啊也有好几个Million的人 那你干脆早点退休了 哎这比较实际一点 还有一个听众Alex啊 他 有他想要跟大家分享哈 他投资 的时间蛮长的 应该说他起起步蛮早的啦 他就是在2001年大三就开始投资 他那时候很大学的时候 认证存了3万块哈 2001年3万台币也不少哈 就买进买进股票啊 他没有什么概念乱买 所以他买到两个公司 一家公司下市 另一家公司就简直简直 剩不到原来的5% 也就是3万块全部赔光了 所谓一招被蛇咬 10年怕草神 受到这次投资势力的影响 他到了2011年后才又开始开户投入市场 也就10年后 那这次当然就很认真地看书了 看了不少书 他已经进了很多书里面所讲的稳健的标的 另外也慢慢投资美股 但因为那时候才经历过金融海啸嘛 所以还是会怕 所以他就买了比较安全的VTI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部位 后来几年的投资起起伏伏 整年这一开始就是小赚 他到了2020年3月撑过那个疫情 那他疫情的时候没有离开 又刚好买到一些台湾的疫情受益股 公司围报都显著拉升 那时候他开始飘飘然 就开始好高物源乱买 以为自己变成虎神了 后来又全部亏回去了 他是去年开始听我们的课程 他将所有的钱慢慢就转到00662QQQ上面 他就发现 他2013年买的那些VTI 到目前为止就算跌下去了 也还有100%的回报 所以比起那些亏了70到90%的个股 他说还是指数基金真的是比较安心 你也不会 他下跌也不会觉得这个公司会消失 另外他前一阵子又开始买台股 他就去找他过去台股的账户 那那时候留一点3万块的现金在那边 就一看利息只有几百块台币 那他觉得说钱放在银行真的是死死的 不如就把他丢到ETF去 同样的钱一个涨一倍 一个原地不动 所以他认为有钱就买SPYQQQ 不要卖 真的不用太担心了 他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 他有个问题 他就是说他现在 他说我们都不建议年轻人买房子 那他现在他说如果 我们也说如果需要第一间房子 自住房要买也是可以了 他刚结婚 保留自住房的需求 他会建议 资金比例得外多少 就是自住房 另外他 听到我们当初买房考虑小孩子就学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是他的话那 我应该会怎么做 他是刚结婚有个小孩 要问我们要买房不买房 我还是建议 我个人 如果这是他的状况 我应该还是不会买房子 第一个 能力不足 刚刚那个时候就算有头期款 你买的房子也是蛮偏远的 如果你勉强买房可能会买到比较偏远的地方 不管他新屋旧屋 平数不是很大 交通也不方便 这就会造成全家 连小孩子要上特务所都很不方便 你要带到台北市 你回家要把他带回家 就是外部不经济 结果全家都得早起 早起 小孩子的睡眠也是不足 全家的整个生活品质都是在车上 在上班的路上 或下班的路上 夫妻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就争吵 我有一个对朋友 年轻朋友 就是因为在住 去在林口买个房子 那每天要叫小孩子提早起床 就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吵架 最后离婚了 当然离婚不见得完全是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也是造成 他们天天吵架的原因 因为为了小孩子起床 要不要早点起床 要不要大家都要早起 风尘仆仆的从郊外赶到台北上班 整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交通上面 生活品质又不好 这一点都不值得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如果我的建议 当然年轻人 你再离公司近一点找 租个房子 不用太大 只有小孩很小 就不用太大 可以租小一点 开销不会太大 等到你投资赚的钱 能够在台北市 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其实你讲白点 最近就是你不管你在信义区 或者是在台北 台美国的Cupertino 你长期三四十年 回报率就5%到7% 那还是在淡黄区好区 我也算过我们家在股庭区 那个也不到7% 所以房子不是好投资 不过你有一个好房子 很方便 当然是不错了 所以你在买房子 投资的资金不要太多 我真的要买 当然买不买房子 还是两个人的事 所以如果有一方坚持 一定要买房 那就买吧 因为 那你要想到有一些 买到郊区交通的问题 总是大家要忍耐一下 那不要因为这个 僵巢 就是大家要有共识 如果夫妻都能够体谅 认为认同 投资指数基金 未来他们的生活会更好的话 那应该要先投资 两个都学投资 一起学 这样都有共识 有共同的语言 那才会有共同的兴趣 这样子会更好 他们都是基层员工 网络上很多听大家 家人同事网络上各种短期致富 电视上各种专家对未来景气悲观的看法等等 他都说很容易受到影响 他自己就是这样子 完全不懂乱买 买进书中所说的稳健股票 最后大跌就担心公司会倒 又卖掉又杀在低点 不然就是没有卖变壁纸啊 所以 总是买个股的人 总是想说自己能够像 搭上噴射科技一样 一日制服 乱买 结果还是产赔了 所以还是要买ETF 我们 第一个 投资不要跟风 尤其个股 在台湾你跟风什么 传运股跟风就被套牢 跟 疫苗股跟风就被套牢 你跑得不够快 你听到他已经涨很多了 你进去大部分都是 买在 高点 你买在高点 当然是想他上涨在卖啊 可是他没有让你上涨的机会 所以 当大家都热烈讨论 一家一个股票的时候 那风险就在眼前 所以 这个时候大家心里要有数 这时候是风险 要万分的小心 你买进热门股 可能就是会带给你一场灾难 市场 随时都有很多 妖魔鬼怪了 所以 尤其在市场恐慌的时候 贩卖恐惧的故事就会越多 开始就叫你说股票 你会亏损的啦 你还是买个除夕选吧 或者是配息的金融商品啊 买债券啊 这些哦 要么鬼怪都会出来 那刚好你又投资失败 你就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 重点是你没做最投资 而不是他们的商品是对的 而且金融业 教授 财经专家 理专 经济学家 讲的都一模一样 大家好像都是鹦鹉 所以 你会发现说 这些有志 有四知识 好像都讲一样 好像就是对 不是 就是大家都有共事的不见得是对 那大家就会 在投资上就走了 比较漫长的路 另外有个朋友他在纽西兰 那 他也想把我们的理念传播给更好的朋友 那可是他其实要亲自做 所以他2022年4月的时候开始每个月 每周投资200块人民币在纳斯达克100 在中国 那一个月差不多1000块人民币 这跟现在他们说的在中国的养老金一样 他就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 他现在应该上个礼拜还是什么看就哎 有5.44%的回报 一开始都亏损嘛 一开始都亏损 因为去年4月还继续下跌 可是他固定就一直投 到现在还有5.44%的回报 下跌你定期定额下跌会买到很便宜嘛 上来就会很快 就会资产就会翻上来 那他希望5年10年后 这一个账户作为证据 要说服更多人 来帮到更多人 所以我们投资 第一个要知道 你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向 那真的是会令人非常的喜悦 我们说你做对了 你会安心 此心安处是无相 心安财富变自来 所以我们一个你对投资要心安 那都不用花太多时间 你会非常感觉到非常的喜悦 这才是正确的投资 这里有一个property fly-in 这个刘跟我讲三月进场 可是很奇怪 去年三月 可是每天都有人在喊大跌 大跌止损大跌要卖 那我们一直讲很便宜 赶快买赶快买赶快买 QQ从底部254也涨到现在 300多了吧 318万我也不记得 我也从来不宽 其实要赶快买 你在那边跟听着大家涨涨跌跌 不知所措 何必呢 就是会涨 就是会涨 他到现在已经获利10% 所以买进打死不卖 他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赶快上车还是比较重要 我们真的不知道市场的涨跌 那涨也买 跌也买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就分批买 自己慢慢买 没错 投资就是这么简单 你越简单越容易 越容易获利 你越复杂 你越没办法动弹不得 就是会追高杀低 你想太多 庸人治老 不容易执行 也不容易克服人性 所以你什么都不要管 就不用不用考验你自己的人性 所以投资就是这么简单 越简单就越容易获利 你想太多了 就庸人治老 执行就不太容易 再来还是property flying 然后他在 他是YouTube跟脸书 他都有跟着跟的蛮紧的 他2022年马上买进去 虽然 市场一直跌 他也不管一直买 他也把房子也卖了 他就省了很多房客修缮除草的问题 他所有的出租房都卖了 全部买进指数 他说投资指数比买房收租还省心 不用管他 也不用除草 也不用去修 帮人家修理马桶屋顶 他很高兴 他现在终于自由了 我们人生就是要享受生活 你干嘛去 有了钱去买房子做劳工呢 很奇怪 就是说享受生活是有钱人的权利 那你有了钱去买了房子 做劳工没有用 做劳工没有用 投资指数基金当作不动成 生活会更好 这才是聪明的抉择 好 我想我们先做到这里 温宜安交给你了 谢谢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看到Land上来 如果Land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的 老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他 台湾这边是晚上 所以跟大家说早安跟晚安 那 谢谢老师 就是我一直都 虽然是没有加入 这个房间 但是我一直都有 一直在 听这个YouTube的这个习惯 那上个礼拜听到 老师有举一个同学发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把那个他的零零六六二拿去给 那个联邦银行 做 安保品 那所以他的股票就被转到那个 联邦银行那边去 那 我看到这边 就是老师讲的这个历史 我就心里面也是一斤 就是说 因为我一直执行老师讲的就是不断的买 然后永远不卖 那我就是 因为营业也赚不到我的钱啊 那因为我的本业是做房地产那 呃 就是 最近台湾 那个政府打房打得很厉害 所以我的本业有点受到影响 那就会开始消耗公司的紧急预备金 那 我看公司的紧急预备金的水位 下降到一个程度 会有点紧张 所以 我想说那就 就是把那个0062手上的0062 对点类似 紧急备用金的概念 所以就在那个营业员的鼓吹之下办了一个叫做 无限用途的借口 就签了这份合约了 然后就办申请了这一个 我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看到那个 瑞瑞是瑞幸吧 瑞瑞的那个那个 这个这个还有我们系股影响的倒闭的事情 那我心里面会更害怕说我如果办了这个不限用 补借款 那等于是说我是跟 券商来借钱吗 那他当他是一直跟我洗脑说 那个利息我们这边虽然利息比较高了 但是你可以 他给我的利息是说 4% 但是他说你可以算天的 是谁借谁还那个 一天之内是不算利 你也有人借一两天你就把他当做顶级备用金的概念 然后就说 那个就你来办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申请 那我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 我这种申请不限用途借款 就是如果我变成借的对象是证券公司 那是不是比银行更容易倒闭风险会更大 然后我申请了这一个 这个不限用途贷款的合约书签了之后呢 我的股票是不是就被lock住了 那我不晓得其他同学 那你这个你第一个你借不介意利息 因为你在证券上借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说他的层数也比较高 那利息到4% 那你如果去联邦营的话 应该可以到2% 现在比较贵了 以前都1.5% 现在到2% 所以第一个 你先想你这个钱借了 你是只借一天两天吗 紧急备用真的是拿出来只是一天两天周转吗 还是说你拿出来的其实 通常都不太会去还的 这是两个两个动作 所以你要看看你的紧急备用金利的用途是什么 那 你如果在证券上借办的话 那真的就是紧急备用 非到不得已就不借了 那你若到银行的话 那是就是 要股票不卖的打死不卖 就是要向银行借钱来用了 那那个会借的比较长长久久 几乎 都不想还的 就是这个 所以理论上的话 你现在去向银行办了也没关系啦 办了就办了 那假设你有100张的话 假设100张 你也不用全部留在银行100张 你不用留在证券上100张 你如果需要说 真的有时候要个50万需要长期用 就是需要用了可能也不太会去还了 那你应该把比如说拿个 200万去银行质押 啊质押200万那 那你那边可能有 60%的额度那就120万的额度在银行 那银行的利息比较低 所以你还是可以把你的股票拿一些去银行质押 拿到比较低的利息 那你如果需要资金的时候 想说这个资金就是去周转一下 之后两三天就会回来了 那你就去证券商借 借一下绕一下两三天一个礼拜回来给他 那没有问题方便嘛 方便的话利息高一点没关系 可是你如果这个钱一去 大部分都不会再回来了 你可能也不会去还了 那这个的话就要去银行那部分去借 所以你可以办两个了 那两个 那大家当然担心说我去质押的股票 就是不是就不会是我的了 你在证券商不是会证券商的质押 那那个还是你的名字啦 证券商好像还在你的名下 没问题 银行的才会被拨到他银行的名下 所以银行的部分你质押够了就好了 比如说你需要60万 那你就质押100万就好了 质押100万额度有60万就好了 你不用把所有都拿去银行 全部丢去质押 没有那么需要用那么多质押那么多干嘛 那你可以100万质押在联邦营 那如果用到额度四五十万不要再用 那就再用职押100万再去国泰司法职押 那两个银行 可以分散一下 我是认为风险不大了 你你都借他的钱吗 你100万如果借了50万 总是总是只剩一半的风险 有时候都有风险 你所以如果因为风险 而没办法往前走的话 那也是枉然 所以你放在证券商的股票是不会不见 因为还是在你的名下 只要你的额度还够 他不会把你清算 就算那个证券商倒了 那个股票不在证券商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可是你到银行去质押的 你的股票应该是会跑进 就跟你的存款一样 会跑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那这样子就银行出问题 他就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你是债权人而已 你是债权人 就像你的100万存在银行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100万的现金 可是他有100万的deposit liability 就是100万的存款的债务 那你是债权人 那他倒了 你债权人当然就要去追讨 那可是大家钱不够了 所以就不能完全赔你 一样你的股票放在他那边 你是债权人 那债权人当然就是要照破产的方式去走了 那Lan这样子清楚吗 在证券商正在股票不一样 灵活度也不同 那利息也不同 看你的目的这样 所以他这种券商的借款 我是真的就是紧急备用金 那我们的周转率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会填满 就是消耗 消耗跟填满的速度 大概是在三个月左右 那券商他就跟我讲说 你如果去跟银行借的话 他会 就是 不管你今天 你有没有用这个钱 他就是把钱拨给你 而且他会绑你的那个 绑你的借款的年数 你没办法说 按天算的 那我们这边虽然是利息比较高 但是 你就是按天算你谁谁借谁还 那有一个有一个紧急备用金的概念可以 三个月也没关系 你就你算我就算你三个月的利息钱 那我现在只是担心说以券商的实力来讲 我现在怕就是说 会不会我办了这一个 这一个不限用途的借款之后呢 我就跑到 钱就跑到 应该说股票就跑到券商的底下 不会 不会 这你不用担心 证券的质押就跟margin一样 你的钱不要用超过 股票不会被 你的股票不在证券商的资产负债表里 所以不用担心 就不用担心 好 谢谢 好 谢谢Land 然后谢谢James老师 那刚才在就是Room Check里面 有一位Scott Lee发问说 想要请教老师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未来的五到十年 看起来电动车 Tesla Apple 和AI的Microsoft Google NVIDIA AMD 等等 00757这几支都占比10%左右 再加上接下来 现在已经换了基金经理人 有新的在平衡 以及淘汰机制 想请问老师 会不会建议买一些 00757高筹率 看起来应该还是最高的 就是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这支还是一样 是最推荐的吗 然后第二问题是 我想请问老师 是否知道目前 Square在美国的使用情况 因为听朋友在矽谷说 还是目前以B2B为主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从美加外扩 以上两个问题 谢谢 一个问题 00757我们当初离开 跟他是不是投资中概股 或者是他投资什么 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的设计的 的方式是重新再平衡 大家知道就是问题点在是重新再平衡 那重新再平衡的话 就是除减花 交潮 就是说 我是不希望 如果说QQ是重新再平衡的话 那Microsoft跟Apple就不会超过10% 那就11-12%就被减掉 他就永远只占整个资产的10% 那就没办法享受Microsoft跟Apple 后面的成长率 那这00757他选的10支股票里面 假设有一两支是选错了 假设后来不然就是那个产业衰败了啊 那跌很多 那他又他就要去卖苹果 卖Microsoft卖好的 去把它每一季平衡再去买这个不好的 等到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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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补到了一年之后发现这两三支不好的 好像也扶不起了阿斗 那时候再把它卖掉 啊等于又是 这个机制 我个人是不喜欢啦 因为所有的指数基金就不是这样子设计的 都是用权重来做 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用权重的指数基金 才是比较好的指数基金嘛 他跑的快的就继续让他跑啊 你为什么要把他拉下来呢 所以这个是设计上结构性问题 在留言区以前在YouTube里也有 一两个人这样子问我一定回答 就是说 本天生天生不良 有时候他会绩效好一点 不是长久就应该改变这个了 不是 所以啊 我是不会建议大家去买00757了 你不要看绩效好就去买啊 绩效好就去买 那那那太多了 那那比特币好你就去买 你 你你你你就是赚来赚去 永远在追明星 那也没有用 基金也要你追明星最后又跌下来了 他是结构性问题 所以这个基金自己设计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啊 我是不喜欢这种结构性问题 所以那个 无解 永远都无解 因为他设计就是这样子嘛 那再平衡这个事情 就会一般的权重型基金不是这样设计的 啊 这是我的回答 那我说那你要绩效好 那你干脆买 那QLD不就是也技巧也比比比比比比零零七五七好啊 那有的人就说啊你那个QQQ跌的时候跌很凶 那你这个不是逻辑不通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逻辑不通了 比GQ的时候是你用零零七五七跟零零六六比比下跌的时候啊你说这个QLD跌的比零零七五七多那你这个在比什么 好的时候选一个 上涨的时候选一个 比较弱的来比 下跌的时候选一个 比较跌的凶的来比 那你这个永远都可以找得到 比你好比你差的 所以你要比 要上涨也比用一个 下跌也用一个 那这样才合理 所以你如果要长期的话 那QLD长期应该还是比00757好 假设你是要想 想这样子冒险的话 要选绩效好的 那你应该选QLD 所以逻辑要清楚 大家不要把逻辑不清楚 这样子对你的投资 就会有问题 好所以我们不会建议00757 谢谢 谢谢老师的回答 那稍等一下后面这位朋友 就是刚才下面 有一个朋友举手 Alain这位朋友 就是我没有办法 把你拉上来 所以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还是想要上来 就是发问问题的话 麻烦你强制退出这个APP 再重新加入到这个房间 因为这是 就是Clubhouse一直以来的问题 麻烦你 谢谢 我就把问题发在留言区好了 也可以 就是也麻烦你 就是可能要在点左下角的 这个对话框 点进去有个room chat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 用文字的方式留在这边 我们看到的话 我会把问题念出来 请老师进而回应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下一位 刚才举手上来的是 这个唱片才会引力 如果您在的话 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好老师好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指数基金投资 它的确非常好 但是呢 也似乎没有看到很多人 因为因此变得很富有 或者说我们并不认识这样的人 老师您是否有了解 因为投资指数基金 变得很富有的人 就给我们一些信息 谢谢 我自己就是啊 对我知道 所以我们会 所以我会每一期听老师的节目 但是 你会问人说 都没有人就有致富的 那那那那你找一个致富的方法 有你看到有谁用什么方法 他致富的 我身边的朋友呢 就很多时候在质疑 我身体这个指数投资 不好 那我们买房子 买房子 有些人这个赚了很多钱 是 包括你自己 也是因为买这个房子 那个房子 所以积累了一些财富 我没有啊 我买房子没有积累财富 我买房子还亏损的 对我是说就是说别人呃就是说家人或者朋友说我自己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这个这是一种积累财富的方式 我们其实我也很清楚啊 我每次都听老师的节目对对对 听得很好 我也是指数投资 但是就是说发现这样的人很少就这件事情很困惑 就是不太明白对对对你这个问题很好哈来非常棒 为什么 OK 为什么投资房地产的人通常都还是会赚到钱 当然获利率可能5%年化报仇5%7% 可是就是有都是大部分都赚钱 大部分啊除了你那个subprime的时候 那个次财去跟人家追风买了七八栋啊都是很少的当配 啊后来被forsculture了 因为你本来就是短线操作那个房子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不管是股票或房地产 假设你是短线操作 通常不太会赚钱了风险很高 啊像subprime是在市集房贷的时候很多人被烫到了 那亏了很多钱的 唐斌财卫营你在美国吗 啊对的我在美国 所以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那段时间07年08年 你是不是有人房地产也亏损的 啊对老师这个 那个时候我不在美国但是我知道 那时候很多人就什么飞机团啊跑去Florida 跑去Arona买了七八栋啦 因为只要付一点点钱就可以买了 所以就买了想说半年后涨了就赶快买了 结果全部被套了 他就就就就就全亏了全亏光光了 那时候还有人自杀的 所以房地产也会亏只要是你是在短线操作的 所以好那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是用房地产还是股票 重点在于你能不能抱得住抱得久啦 你房地产买了能抱得住抱得久 虽然回报率不高也有5%啊 535%也有啊 就算没赚钱也不会亏钱啊 你抱久一点不太会亏啦 不太会亏 可是股票大家都抱不住啊 因为天天在那边就会有 报名牌啦 有人要吓你啦 要这个我们美国要进入衰退了啦 这个08年的事情要来了啦 这个掉掉了尤其现在经济学家最多了 尤其这些经济学家最多 现在说我们全世界要掉入那个这个衰落 跟日本一样这个消失的10年啊 20年啊 全部人不管什么什么投资法全部卖光光 那个就是问题嘛 所以躺平差影你就 为什么大家投资都没成功 我为什么一直要在这边repeat再repeat 就是因为大家都抱不住啊 你要抱住 10年就会赚钱啊 所以哦 我们 谈的 投资的心法里面哦 投资心法里面 打死不卖 这是最关键了 打死不卖是最关键 你怎么买 我看大家也买过好公司啦 也没有说买没有买到好公司 都有买 大家都买过好公司 可是大家都没赚钱 为什么 因为都没有办法打死不卖啊 都没有办法打死不卖啊 都没有办法打死不卖 哦 所以啊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投资股票里面 不管是股票还是房地产都一样 你都要理解风险 认识风险啊 控制风险 你要有保留现金 做紧急备用 你有紧急备用金的时候 市场跟你吓唬你说 现在要失落的20年啊 全世界要进入失落的20年 你不会担心 因为你有紧急备用金 那你有钱就买进指数 随时买 打死不卖 最后那个打死不卖 是致富的关键 你卖了怎么赚 你卖了就没了嘛 未来上涨就跟你没关系嘛 你房地产一样 假设你房地产卖了 也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怎么从房地产赚钱 也不会嘛 你房地产不会炒来炒去 会赚钱 那你说股票你会炒来 股票你说你没赚过钱 因为你炒来炒去啊 重点是不要炒来炒去 重点不要炒来炒去 你炒来炒去 就是不会赚钱 所以躺平财云 我的回答就是说 为什么都没有人赚钱 这个跟那个 Bezos去问那个巴菲特一样 你这个投资这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人学会啊 怎么没有人赚钱 巴菲特讲一句话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慢慢致富 所以投资指数 如果不成功 不是指数投资的问题 是大家都不愿意慢慢致富 那一年两年看不出成果 你看我刚开始 1990年来美国 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你知道我赚的钱用什么单位算吗 用几块钱算而已 只赚只赚15块 只赚28块 就这样子算的 后来资金要越多的时候 一赚就是 15000 28000 就是这样子不同的等级 所以你要经历过 二三十年之后 你急速会不一样 那我们投资 我们讲说投资 你如果一直投资到你退休 40年 你第一个十年所投的钱 你假设到40年 你有3000万美金 或300万美金 你第一个十年所投的钱 是相当于是 200万美金 你后面30年投的钱 才会让你增加100万美金 所以时间越长 你多一个十年 你的资产就多一个一倍 就这样一倍多 所以 第一个投资需要时间 第二个要打死不卖 你如果卖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跟你没关系 炒作炒来炒去 房子炒来炒去 也不会赚钱 除非你是flipper 就是说那些建商 就是买来整修好再卖 他是做你劳工的钱 他是他有付出劳力 有add-on value 所以他赚那个add-on value钱 他不是算炒作的钱 可是你买来什么都不做 就稍微就想要给他赚钱 没那么好的事 除了你一直住住住 靠着通膨赚钱 就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唐平 我这样子回答 清楚不清楚 好的感谢老师 谢谢 要长久打死不卖 对很好 我这再分享一点 就是我听老师的节目 老师去年下半年 给我们说 上半年 可能去年年初 或者是前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做错了 买进去了 但是我们不要再犯 第二个错误 到年底的时候 很恐惧的时候 市场很糟糕的时候 把它卖了 我就坚信老师 讲了这一句话 不但没有卖 反而把自己多挣出来的钱 用订投的工具 不断地再继续买进 我昨天看了一下 那个时候买进的很多 QQQ都已经涨了20% 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 有时候坚持做对的事情 不是很容易的事 过就是要坚持 谢谢你 谢谢 市场在最低的时候 今年年初掉到270 好像200多一点 那个时候入场的话 现在已经就20%多的return 那我有个小丈夫 就是不断一有钱就投跌进气 一下跌就投跌进气 每次像老师说一样的 分批的买买买 现在已经有 已经是green 就是已经有return 还是挺好的 老师刚才说到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是 因为我自己是房地产 从业人员 那个就是2008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迈阿米炒 炒那个那些high-rise cando 他们最后就 开头是涨得非常快 结果很多人就套牢了 在高点出不来 很多人最后就walk out 丢了half million 什么几十万 四十万五十万 就这样丢了 就走人了 因为那个市场特别恐怖 到最后的时候 有十多年了才回来 十多年那些high-rise building 那些价钱是价位是回来了 但是他们每一个月的 carry on 这个expenses 是incredible 那么一个cando 你一个carry on 就是你pay off mortgage 你还要付它的cando费 一般是2000块钱 还有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 那个税啊 什么maintenance费啊 所以这个房地产是能赚钱 是赚个辛苦钱 所以那个如果是大家在这个时候 听老师的就是越跌的时候 不要心慌 继续买入QQQ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时候都build up you're wealthy 要把房地产 要把股票当不动产 要记得把股票当不动产 那才会赚钱 任何东西不要动才会赚钱 要坚持的过去 所以你买房地产 你要去跟人家投机 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熬得过 所有的投资都是要熬得过低潮 你才会获利 那你说你买了开始赚 当然就是蛮lucky的 可是总有一天 经过七八年十年 你还是会碰到一个低潮 所以你每次的低潮来了 就是熬得过去才有春天 所以这个就是巴菲特 哪有管什么下跌 他的资产也曾经有四次腰斩过 那他就不理他就会回来 因为要坚信他会回来 这是很重要的投资理念 他是不买 好 好 谢谢 谢谢森林 谢谢唐平才会赢 那下一位是K K如果您在来的话 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这个 有猫 就是头像是猫猫的 这个KK 如果您在来的话 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K你好 听得到吗 hello 可以 Hey James 老师您好 我是有时候会听您的这个 您的clubhouse 我想问一个快点的问题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问过 我是这样子的 如果就是有一种情况是 比如这个人在2000年初 买QQQ 比如说他有十年 十几年退休 他当时有一笔存款 这样子买入QQQ 但是接下来的十年 大概十到2013年左右 就是QQQ一直都是在水下 他如果当时一大笔的存款 退休金用来买QQQ 但是呢之后的十几年 他都是在水下 等到大概20 maybe 2013 我如果记错的话 那时候QQQ才开始出水 但是他那个时候 已经退休了 那说明他的就说 当然了 像您说的就说 需要时间积累 比如说30年 40年 但是如果像是这样子的例子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 那您说这个人 就算是他从00年 他还一直定投 但是您算过没有 就是从那个时候到后来 他是不是能够如期退休呢 就是这样的局面 会是怎么样的 谢谢 Kat 这个我们过去谈过一段时间 都一直谈这个事情 你2000年投入的 不管你是哪时候投入的 No matter what 最糟糕的是2000年 那时候投入 高点买进去的人 你只要你的资金 你买QQQQ的人 你只能用 只能用2% 假设你有100万 你说我100万美金要退休 那我就不管了 眼睛闭着就给他买进去了 单笔 单笔买进去 你就是要 你最多就是一年用2万块 那会一直用 他一直跌 跌到03年就碰底了 03年碰底了 碰底之后 他就会开始往上走了 所以你一直用2万块 我们有算过了 那你还是会赚很多钱 最后还是经过13年 意思你说就会 虽然那个时候只剩下20几万 可是那时候你就会赚很多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 能不能安稳地退休 不在于市场 市场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而是在于你的资金够不够 假设你说一年你要花10万美金的人 那你要准备多少 你如果投资QQQ的人 那你要准备 50倍啊 那你10万的50倍 你要准备500万 才够 不然你有风险 就就像你讲的 买在2000年的高点 你就有风险 所以没错 市场在高点 你买进去当然有风险 可是重点不在于 你也不知道啊 那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唯一的要让你没有风险的状况 就是你资金要够 风险不是来自于市场 风险是来自于你钱够不够 那Cat我的回答 这是我们过去谈过很多次的 不过我再跟你说明一下 你如果有兴趣 看我们过去的影片 谢谢你 我看一看 谢谢 所以你理解风险不在于市场 风险在于你钱够不够 对不对 就要先理解 如果不理解的话 那就没无解了 那就永远没办法投了 因为 因为你都不知道 你的风险是来自于你的钱 够不够 而不是来自于市场 你就一直认为是市场 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进入市场 对不对 因为你永远就要跑来跑去 你就落到我们之前讲的炒作 那反而更不可能的 会亏更多 你根本没办法翻身 好 那谢谢K 然后也谢谢James 老师 下一位是天华 天华如果在的话 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谢谢 James 老师早上好 就是现在我就发现 因为好像就是 从这一点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 反弹的有20%多 但好像最近好像就在网上 还是好多包括报纸上 都说现在市场 要马上他会经历一个大跌 因为现在说这这段时间 只是一个反弹 还是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种负面情绪 现在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 现在自己有点钱 在想投资就有点犹豫了 就是不知道 这样倒是怎么能够 就这种心理问题 还是这种 还是怕追高 这种心理问题应该怎么克服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 就是小孩子 就是财商教育的问题 因为现在 反正我 反正我现在 因为你看我 就我那个头像 看到我孩子比较小 我现在我就让他们背 我说你以后怎么 还有就才能最有钱的 那你就投资 就是投资 就是指数基金 然后我还问他们 你买了卖吗 然后他们说买了不要卖 但这种背的方式 其实不知道会对他们以后 会有就会 他们会可能 就有正面的就影响 那么请问 张老师用什么一个比较 要让他们能看得到的方式 能有 让他们有这种 受到这种好 就是这种财产 就是这种财产 这样教育 就这样对他们以后的发展 会有好处 谢谢 谢谢 这个因人而异了 你要了解你的小孩 要了解 那这个小孩子好像是一个 来考验我们的 来考验我们的 所以不同小孩有不同的对策 可是你一定要 要顺着 还有找机会 教育 一抓到机会 那就要教育 比如说我女儿问说 爸爸人家都要上班 为什么你不用上班就有钱 他一问 他有wondering 你就可以教他 那我女儿小时候 我就把他的零用钱 还有生日的钱 没有买礼物 就直接存去 或者是买一个小小礼物 其他的几百块 就帮他存到他的退休账户 那不是退休账户 就一般的投资账户 当然就钱就多出来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 他对那个账户 好像感觉上说 那是爸爸的钱 那是爸爸帮我存的 他就没有归属感 我碰到这个问题 那我 他现在自己赚钱 他赚钱就放在他的saving account 那我说 那因为他放了好几万块 在saving account 那他买东西也是 就是说比较随性一点年轻人 那当然他每年都会提拨2万多到401k 我想说哎呦提拨就好了啦 嗯他想花就花 当然也OK 可是你要想说要培养一个小孩子 有投资的 嗯能力 那当然他也问我 爸爸你都没有教我投资 那我以后怎么handle我的账户 那当然我也说 那你没关系 你想学我就教你 那 最后你会发现说 哎呀他对这个投资好像无感 无感 那我现在的教法就是说 哎来 那个你 你的钱一万多 几万块放在你的saving account 都没有利息嘛 那这个money market这个mute fund 你study一下 你study 我就给他study 不要跟他讲 他已经大了嘛 二十几岁了 那这个swvxx 他有一些利息 你要就有没有兴趣 那就我跟他看一下 后来他就想study完 他说哦爸爸我可以 可以买一些了 那我说好啊 那你就自己转钱 自己到自己的blockage account 自己买 我现在就不帮他买了 因为帮他买的话 他没有ownership 所以我现在就叫他自己买 他说我说你有买买买买 下单有问题 你就跟我讲 你就到那个你的account login 那你都buy 啊就是就trading trading里面选择 那个muteal fund 那把simple打进去 啊看要 要买多少钱 你就敲进去就好了 那当然他有什么 我说你要做reinvest 那他有dividend reinvest 跟capital game reinvest 他就问我 那我就跟他解释 你看他有问题的问一下 他就好 那就这样子 那至现在我就跟他 又丢了几个问题 我说 jame你就看看这个qqspy跟sw 比如ppx还有voo 你study一下 你若觉得还不错 你看看要怎么投资 那爸爸先给你钱 你觉得你决定好了 那我再把钱汇进去 你再去自己去买 就是要让他有ownership 小朋友你用灌输的 就念念念念 那他就进去了 可是到大了 他自己赚钱 有时候小孩子或年轻人 他要看到钱 在saving account 他才安心 买进股票他不安心 所以你要 又要用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第一个 他的投资账户 最后要他有ownership 假设以前都是我帮他买卖 他没有ownership 他认为那是爸爸的账户 后来现在长大了 我就让他自己操作了 我不再帮他操作 我说杰明 你现在要自己操作了 我不会再帮你进出了 你有问题你来问我 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 我会跟你讲 那你自己去study 就这样 所以小孩子的时候 他不会study 你就给他灌输进去 到大了 他想要控制 他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你那个账户要留给他 要给他去管 那你只要provide information 你就跟他讲 他有去自己study 就ownership 那他买了就觉得 他自己做了主 那他会ownership 那学得会很快 天华这是你第二个问题 我回答你 这是教小孩子的方式 前面就是大家都是很恐慌 大家现在就恐怖言论特别多 那我就问 假设这些人是对的 那为什么在去年10月的时候 这些你去看看这些分析师 或这些人 去年10月低点的时候 有没有强力大力推荐大家买进 如果去年底的时候 他没有预测对 那现在他说他的预测是准确的 那是不是他脑袋有问题啊 还是他最近刚好春雷被打到脑袋了 就开窍了 所以以前的预测是错的 那现在他预测就会对吗 所以我说很多经济学家 你们去看他过去的预测 先把他预测 你要相信他 先把他过去10年的预测拿出来 摊开来看看 他的准确率有没有超过50 通常是没有 没有 那就现在为什么要相信 那就不会准嘛 比丢铜板还不准 所以那个都无稽之谈 没有关系的 不要理他们 那他们就是经济学家 或是他们就是靠一张嘴吃饭嘛 真正在股市赚钱的人 不会这样预测的 你问巴威特预测吗 他不会预测 你问皮特林区预测吗 他不会预测 你问Howard Mark预测吗 他不会预测 不预测的人才会赚钱 那些预测的人只靠一张嘴吃饭 不会赚钱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 靠嘴巴的投资者 就不要听他们 预测都没有用 天华我是这样回答 所以不要太理会那些 那些言论 比垃圾还垃圾 不用听到 谢谢张老师 我想谈一下自己 运动的感受 现在就也没人下来 因为我自己在从事 我在就在办法理行业 也干了有将近20年了 我感觉就是 芯片现在的发展 其实非常非常快 现在就在台积 就是三纳米 两纳米 其实就在硬件 其实发展非常快 但是其实在这种 相对于这种硬件的基础上 它的应用 其实现在发展并没有那么快 但最近比较火 就像什么AI现在 就是比较火 那其实我觉得 还是其实这么好的 就是芯片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别的 就是更好的应用 就这样的话 假如出来的话 以后其实就是整个QOK 整个科技行业 我觉得发展会非常快 我觉得它的爆发 还没有到来 我个人 我感觉我对QOK 包括这种科技 我觉得还是 它的未来的前景 还非常的好 那我这我自己的感受吧 也会跟大家介绍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的芯片非常快 但是这么快的芯片 但是上面的基础 这么快的芯片 它的应用 其实并不多 但假如这些应用 全都就是起来的话 那我觉得它发展会非常快 就这样 谢谢天皇 我们在科技业的人 都知道 就是技术走先行 技术先行 应用跟上 应用跟上 这个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而且通常一个新技术 真正能够用十年后 真正发挥商业价值 是十年后的事了 所以 可是你现在去投资 这种先驱 通常就会 葬送在 这个 被碾压过去 就好像2000年 投资网络科技的人 都被碾压过去了 可是那个时候2000年的 投资 有没有发挥效用 有啊 就是那时候的光纤 因为很多人投资资金 当然就一去不回 完全 完全 亏光了 可是亏掉那些钱 其实铺设了很多 infrastructure 所以造成了整个网络的booming 2000年之后 后来2003年 就开始往上走了 就造就了 这些 就Amazon Google Facebook 因为网络快 网络快 不像那个滴滴答答的这样 以前Modern的时候 我昨天还跟我女儿讲 我们那时候 1990年 93年的时候 Google才开始做 Satellite Google Earth 我花了一个小时 才download完整个Google Earth 才看到我们家院子 后面的 我挖的一个鱼尺 One hour 我吃完饭之后 他才吃一顿饭 那个经过Modern 你看后来 因为数据快速了 Google的search engine Google Map 就出来 那个经过多少 10年 10年 到2000年 爆掉之后 之后Google Map 之后Amazon才出来 现在的 AI还早 到要能够 在商业运用 而且会让有公司大赚钱 maybe need a 10 year 那没关系 我们买QQ 就会benefit到这个 如果有好的公司 像网路的Google Facebook Netflix Apple Microsoft 因为网路而得利的 最后 我们可能10年 20年后 你会发现 Top 10可能都是这些AI 那至于是哪些公司 I don't know 那你也不用去猜 你也不用去赌 我们买QQQ 就会 就对 就对 我就是天花 谢谢你 没错 可是 总是这样子吧 你就像 就像 网路3G的时候 还没有直播 4G的时候 就直播了 那5G现在来了 好像大家都觉得没有运用 那可能要配合这个AI 怎么怎么 以后 technical的infrastructure 先ready之后 application人就会创造出来 那那时候才会赚钱 天花谢谢你 我想这样子 谢谢老师 我分享一个 我分享一个 我就最近看到那个 有一个什么书上说 说你去投资幼儿园 那个有一点难 投资本科呢 靠一点信仰 见到一点阳光 你要真的投资呢 要是要让他去参加工作之后 去干三年以后 你再去投资 我觉得这句话就 想的刚才老师说这个 就真的应景了 谢谢 天花你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了 我就这三个问题 谢谢 Man讲的是对 那只是个举例 就是说你投资婴儿 幼稚园的 你就是ventual capital 那你高中生的时候 大学你去投资的话 那就是一级市场 那当他大学毕业 开始找到工作了 那就是我们投资的二级市场 所以这个不同阶段 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所以你现在去投资 AI的话 你可能就是在投资高中生 你不知道哪个高中生 最后会串出来 变成Bill Gates 或者Steve Jobs 或者是Elon Musk 你 don't know 所以那个就有风险 可是等到他们 出来工作开始展现出来的 那已经开始收入了 已经有position了 那你就会再投资他 那你就会就投资到 这个这些对的公司 那QQQSPY 就是完全是 不只是二级市场 而且是二级市场的 top 你就要投资这指数 就对了 就会没有错 就没有错 好 谢谢大家 来 好 谢谢天华 那有一位Z Z朝上来 如果您在的话 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James老师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女儿 她 她很早就有 那个股票账户了 然后她暑假 打工啊 或者实习啊 或者在学校里 那个 她的贪票的 挣的钱 都 就是说 存到那个股票账户里 然后也 也自己买股票 然后 当然很好啦 但是 我发现 她现在 手不得花钱 我是想 该花就花嘛 就是说 毕竟现在 挣的那点钱 还不够多 但是她就 不手得花 所以 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我说 小孩是不是 过早的投资之后 然后就 把钱看得太重啊 或者怎么样 这方面 您有什么建议 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啊 我 我小时候也不舍得花 我连五毛钱的煎饼 都不舍得买 花了一个小时 思考了半点 后来还是决定没有买 没有不好 这是小孩子特质 而且是成功的特质 所以 很棒 我希望她就是说 跟什么朋友们啊 去说 社交啦 多玩一玩啦 该 吃饭 该花就花 那你要 承钱正经 自由正式工作 会有更多吗 现在打工那边 就不多 然后她又不舍得花 反正我 我就觉得你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了 Don't worry 她happy就好 她做这个事情是快乐的 你的女儿太有福气了 如果早20年 我这样 不花钱 少花点钱 投到QQQ 那就好了 我们不舍得花 我也是因为听 James老师的那个 就是所建议嘛 然后我他中学的高中的时候 就把他开了那个 老师 冲在那个 对 他就不听了 因为他有长到整个资产 增值的 判断 他有看到了 所以他愿意 这很高兴 很好 我觉得 不但比较 很好 其他的事情 他会自己找到 自己的快乐的点 没问题的 Don't worry 这个 很棒 很高兴 你应该为他高兴 他很快乐 我一路走来 都是这样 我都觉得很快乐 就有些该买则买 不该买则买 当然最后 当你钱多到一个程度 你会发现用不完 那你就会 就会花了 就该花就会花了 自然花钱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就是说 也不难 总是有钱花 比没钱花好了 对 我的问题没了 谢谢你 就是花钱不花钱 follow your heart 我觉得 遵从内心的人 他就最happy了 但是我听到 James老师 吃个煎饼都游异 我也觉得 那会儿是挺 那个挣扎 但是现在 James老师 这种财务自由 那他可以怎么花 都可以花的话 我觉得如果有自力 如果在年轻时候 有自己的 dream 然后又能自力 那是非常非常快乐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Z 然后也谢谢James老师 然后我们也会来看一下 刚才大家在 Rim Chat 有没有一些疑问 然后 就是我会把它提出来 请James老师回答 那刚刚 大概半小时之前 Stan Lee 请你在 Rim Chat里面 有问说 想请问老师 建议投资台湾50 正儿 杠杆型ETF吗 然后也麻烦老师 可以回答 好 大家记得杠杆型的 可以投资 可是你要0050正儿吗 那你为什么不投资 QQQ正儿呢 就是00670L QQ的QLD 在台湾是00670L 那我觉得这个 还比较好一点 杠杆型投资 要有注意风险 你一定要有保留 你生活备用金之后 再来投资杠杆型基金 不要一头热的就买 还有就是 不要把所有资金都买 杠杆型基金 你要知道 2022年杠杆型基金 QQ跌37% Dual D是跌掉65% TQQQ是跌掉79% 将近80% 所以它是有震荡的风险 你当然会说 没问题了 我就忍得过去 其实通常忍不过去 你会发现 两倍三倍的跌那么快 跌到最后 你可能 哎呀 还是回到一倍吧 又不行了 所以 可以了 可是我是建议 你的两倍杠杆型基金 不要超过 你可投资资产的20% 那也就是说 你留20%的紧急备用金 那20%投资 QRD 那剩下的60% 投资QQQ 或00662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投资的 buying power 还是100% 可是你有一点现金 做紧急备用 那这样就可以 而不要四十大开口 全部买两倍的 你都 投资的时候 买进去之前 都在想涨的 等下买进去 才发现市场还会跌 那就太累 too late too late 所以 可以买两倍啦 可是就是 不要一头热 买一点可以 买太多伤身 就是 OK 好 这是给他 给他了 两倍的投资者的回答 好 谢谢James 小时 那下面有一个 Frank 也有问到说 那有一个最佳时间点 可以投资 QQQ 或QLG 吗 谢谢 不要投资 TQQQ 我三倍的 我是一点都不建议 你能够承受QLD 已经算不错了 20%就好 最多 最多 20%弱 最多 好 谢谢James 小时的分享 那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其他人 有举手上来 我们非常欢迎 刚才没有成功 举手上来的朋友 可以在 按右下角 这个举手的销售 上来吧 刚才你可能排队等很久的一些提问 可以再重新上来跟大家资讯 许问或者是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一样就是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加入这个房间 我们非常欢迎你 如果喜欢今天这个房间的讨论内容 你可以按左上角这个蓝色头像 点击就是James老师的这个头像 进去按关注 每周在这个时候 你都会收到来自他Pulse房间的系统通知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 就是Dev已经上 有一个Dev上来了 如果Dev在的话 您可以直接开卖 谢谢 老师好 大家好 请问听得清楚吗 清楚 谢谢 我就是有一点关于老师跟我们说的买大盘指数基金 随时买 但是不卖 我讲一下我的出钱的一些看法 要先请老师和大家指振一下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曾经有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老师 他也是James老师房间经常来听的 他曾经跟我说过 James老师说那个随时买 打死不卖 随时买 那个如果能一买就涨 那是最高警戒了 但是我听刚才老师的说法就是 你买了之后 哪怕它继续跌 你如果手中有余钱分批 你继续买 我的理解这个精髓就是说 你美国大盘指数基金 SPY也好 QQQ也好 对应的这500家公司 或者是纳斯达克100家公司 长远来说 按照历史还有未来趋势来说 在资本市场上的胜利者 会自动在他们的 范围里面 而且如果是按四指行计算的指数基金 它的份额越成功的公司 它的份额会越变越大 最简行的代表 就是以Apple 以Microsoft 以Google这些为代表的公司 他们在纳斯达克100指数里面是份额是越来越大的 因为他们的生计是越来越好 经过长时间的验证 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他们越来越认可 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 指数基金 并不是每年的第一名 但是长远来说 20年 30年 50年 100年 甚至在你子孙那一代 都非常有可能 打败大多数的专业投资经理人 包括巴菲特先生 巴菲特先生在他去年的股东会已经承认了 他管理的资金规模 手上有一千多亿现金 他找不到好公司投资 根据他的资金规模 他也不能在以后的年份里面保证给投资人 可以超过超越美国大盘指数的回报率 他也不能再保证 他在股东大会上亲口承认 那我就想 我总有点自知之明 我连巴菲特先生的毛皮都算不上 那我学他或者是其他基金的人 企图打败 长期来说企图打败大盘指数基金 这个想法岂不是天翻夜谈吗 所以我就回归 杰普老师提倡的 就是定期定额买指数基金 美国大盘指数基金 然后报纸不卖 享受他的那个长期成长的结果 就好像房子不动产那样来处理 平时保留自己的生活的紧急备用金 就不需要卖股票 这种方法 对我来说是最好 但是当然有很多朋友 甚至我旁边的亲朋题友 他都不一定能接受这种 但是我只能是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用我自己的手头上的余钱来做这种投资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有些别的外面的老师 那样每年30% 50%的那个增幅 但是我很相信长远来说 我那个回报也不错 以上 好 好 好 谢谢Dev 我想既然谈到这个的话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有一个表格 当然你们看不到 不过你们如果去网路上search Google search就是 Google search就是 Google search就是 Asset class ETF Total Return Total Return 你会看到很多图 你就选那个picture 那有一个 Charlie Bileiro 他的 那他这样 我找到一张图 他是从2008年到2019年 2008年的时候 第一名的投资是 最好的投资就是TLT 就是债券 那最差的投资是EEM 就是Emergent Market 那SPY是亏损36.9 他不是第一名 他几乎垫底 就是好像 他只赢过 亚洲 亚洲 中亚的基金跟Emergent Market 就这样 那是08年的时候 再来是 2009年的时候 第一名是Emergent Market 最后一名是TLT 就是08年的第一名 变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的变第一名 这就是散户很多股神 突然之间那一年他第一名 第二年他就变成 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变成最后一名了 所以 就是 我说这个 今年呱呱叫 明年就没三英了 就是这样 这一般投资者就是这样子 那20 2010年的时候 SPY上涨15% 可是也不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黄金 2011年的时候 SPY只上涨1.9% 第一名是TLT 2012年的时候 是Emergent Market第一名 SPY才16% 2013年 SPY32% 以为是第一名 不是 是 Emergent Market IWM IWM 也是好像是Emergent Market IWM第一名 你SPY32% 还不是第一名 2014年13%回报SPY 可是第一名是VNQ VNQ是REITS REITS第一名 所以你会发现 每年都有人呱呱叫 2008年说 投资再建的人呱呱叫 2009年的时候 Emergent Market的人呱呱叫 2010年的时候是黄金呱呱叫 2011年的时候又再建的人呱呱叫 2012年的时候又是Emergent Market 呱呱叫 2013年的时候 IWM呱呱叫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的时候 VNQ就是REITS的人呱呱叫 2015年的时候 PFF 呱呱叫 就是 Preferred Stock 呱呱叫 2016年的时候又 IWM呱呱呱叫 2017年的时候 Emergent Market 呱呱叫 2018年的时候是 VIL 就是 US CASH 的人呱呱叫 2018年是有CASH的人呱呱叫 2019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终于SPI有一年 第一名 31 好 这10年来 就SPI就只有一年 赢过一点点 其他的都是别人在呱呱叫 你就跟现在一样 就是好像 短线投资的 Option的人 都呱呱叫 可是 你会知道 2008年到2019年的时候 SPI总回报率是181% 第一名 10年来总回报率第一名 年化报酬9.9% 年化报酬9% 所有的都输他了 没有一个人赢他 就是 第一名就是 SPI 那最后一名是什么 Commodity Commodity 所以你现在如果看 人在喊Commodity的 那你就知道 完全都不了解 不了解市场 不了解历史 Commodity 所以 投资指数基金的人 从来都没有我们 发言的权利 因为我们都不是第一名 好像你在学校的时候 像我以前小学 我都是 不是第一名啊 我都是 第九名 还第十名啊 我一直保持在第九名 第十名 我从来没有第一名过 Never 那可是我们班上不管小学初中高中第一名的初中的考上高中的或小学到只有班的最后考不上高中 初中考上建中的好的高中第一名的最后大学考不上 所以你只要保持八九名十名这样长期下来你就是第一名因为上面都会跳来跳去嘛就是第一名的变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变第一名 反正基金都绩效这个乱来乱去可是就是指数基金SBIQQ最稳的 虽然不是年年第一 从来不是第一 可是最后就是第一啊 这就是啊 大家要记得的就是说你的指数基金从来不是第一 可是你最后就是会第一啊 这是很重要的 那那我看一下啊 我我把一个影片那个 呃 上次我们有看过吗 DAV我你的那个影片是不是有有分享过了 就是 就是这个影片这个 Bob Berger Bob Berger他就是解释这件事情嘛 你指数基金就是不会永远就是从来没有第一名 可是最后你是第一名 哦这个影片是事后有空的人再去看吧 哦这就是哦 哦这个影片就是index fund for losers 哦这个就是这个 那你看统计数字也是一样就是一样哦就是 嗯 index fund从来不是第一名 可是end up就是第一名 那通常在前面挂挂叫的 最后都不是第一名哦 所以他们是轮流做哦 最后一名跟第一名轮流做啊 所以啊 今年挂挂叫明年就不会挂挂叫了哦 就这样啊 就就是一般一般的资产的就是这种宿命啊 最后第一名的就是QQ跟SPY 好啊 谢谢devin 你有没有其他补充的 嗯 谢谢老师 我其实还想补充一点就是 为什么长期来说这个 不是第一名的最后二三十年之后 会跑成第一名 它原理就是 只要它的投资组合里面就是那 S&P500指数里面或者是NASDAQ100里面 的那些好公司 只要有6%到8%的成分股市那种好公司 长期以来 它一直持有长一段长时间 这些好公司的那些成长的历程 它都拥有了那些经济成果 它都拥有了大部分 这种情况下你那些专业基金经理人 总要找最佳进场点 最佳卖出点获利的人 他是没办法整个波段的成长 经济成长能赚到的 哪怕他能碰上一些好的股票 比如说Google Microsoft 或者是Apple 是没办法的那些专业投资人 所以才是有极少数的投资人 能够打败大盘指数基金 包括巴菲特先生 他们都是长线持有 来做到这一点 而且是他们要遇上好时机 巴菲特先生投资的好时机 是他早年六七十年代 那个美国股市有崩盘过 最低点他们持有一些好的公司 他整间公司买下来 才能做到超越美国大盘指数基金 这种绩效 普通人能遇上这一些时机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更不用说短线操作 短线操作太多聪明人在里面 大家互相残杀 根本没赚到整体的经济成长 对一些好公司来说 所以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我的一点感悟 谢谢大家 以上 谢谢Dev 短线操作是零二游戏 你赚的钱是另外一个人亏的钱 所以这是短线操作 所以最后全部的都亏掉了 因为你还有手续费 所以当然我不排除短线操作有赢家 可是那应该不是你 假设是你的话 那如果有赢家是always赢的话 那应该你应该在巴菲特旁边嘛 可是我们没看到巴菲特旁边有人 就好像资产的asset的那个performance的话 就大家轮流做 可是最后 一直都不是第一名的HPY跟QQ 会是第一名 这跟龟兔赛跑一样 就是说乌龟就是稳稳的一直走 永远不是第一 可是最后他是第一 然后兔子跳来跳去的没有用 没有用 那个谢谢Dev 来我们再往下好了文言 好 谢谢Dev 那下一位是Ron Ron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开门 谢谢 好 谢谢James老师 我是非常同意你的观念 这个相信这个长期持有和福利的这个想法 但是呢我在那想 像SY和SPY和QQQ 可不可以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或者每天或者每个月 每个星期啊每个月卖这个POOT 或卖Carol Core的期权来赚一点额外的 额外的应酬买 好谢谢 好谢谢你的问题 我再把刚刚Dev 所以巴菲特在市场crush的时候他去捡便宜 所以大家觉得2022年的crush 对我们投资者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是好的很多很多年轻人 他就因为去年2022年的crush 让他的绩效能够超越大盘 因为他就会在低点就买进 好 所以市场修正是对于年轻人是好事 好像房地产如果能够腰斩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好事 当然对有资产的人 当然短期会亏损 所以没关系啦 我们就车子停一下或倒退一下 再把年轻人接上来 让他们能够跟着致富 让你的问题就是你是 sell sell put 还是sell call 你是cover call 还是 sell put sell covered call if new petition 的话 就等于是赚一些额外的 额外的一些这个 interest吧 ok 你麦克风不用关 没关系 我跟你讨论一下 你sell put 的话就是你想要接股票 假设跌下来你会接股票吗 是不是这样 是 是这样 你要接股票 所以你留有现金准备接嘛 对 好 那 你第一个 我是不知道会涨会跌的 所以我假设我也不知道涨跌 如果跌下来我就买进来 就想要sell put 那就买进来 那这个当然很不错 就是说啊你不用在这个时候买 你就能就是哦 嗯 不用在318买 你可能sell put 如果到280 哦 那赚一点点毛小毛票 那就这样 赚赚一点 那如果没到算了就不赚了 就赚到手续 就赚到这个sell的钱 那当然不错啊你有赚到钱吗 sell 如果没买到也就算了 也有赚钱 有赚总比没赚好 可是假设你320块没买 他突然就因为CPI变好了 啪啪涨到340 哇你也没赚到吗 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吧 就是说你可能赚的一些小钱 可是你可能会因为市场快速上涨 而没赚到钱吗 让是不是这样 你sell put 会有这种有有风险吗 是不是 就是没赚到钱的风险 对 当然会这样 就是说但是你sell put 的话 at least every every week you have small income right 对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啊 option的人 option 就是吃得像小鸟 拉死像大象 对 你每个礼拜啊 每个月就一个小小米可以吃嘛 吃得像小鸟 可是当他一大涨之后 你拉死像大象 就是说本来你每个礼拜赚个一块 一个月赚个五块 结果一亏就少赚20块 所以就我说吃得像小鸟 拉死像大象 哦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啊 只是没有赚到 因为 SPY SPY 这个他 如果你想 time in market 的话 他实际上按照统计学的规律来说 他一年涨幅 超过2%的时候 可能就那么三次到五次 你always 大多数的时间 大多数他是平盘 平盘是上下的 所以说你要是 你只有像你这个样 永远在market里面 你才会 才会拿到他那个 比如说一年10%的 always的涨幅 但是呢 如果你每个星期你sell的话 或者每个月sell的话 其实你也有1%的income 加起来也有10% 对了这个你就是赚time value 你就是赚time value 你赚time value time value 其实就是interest 他其实一年就是差不多 看10% 因为就本来就time value time value 就是利息 所谓time value 就是利息 那你赚就是10% 可是你要知道 股票市场像好的时候是 2009年26% 2010年15% 2012年16% 2013年30% 其实超过10% 就是上涨年数的涨幅 是超过10% 15% 对对对是这样 但是他有跌的时候 对了 跌的时候 跌的时候的话 如果你买入的话 你就可以sell cover the call 对 所以wrong 没有多余利润 你就是一年10% 也就跟指数差不多了 你没有买 你就跟指数 你就是一直sell sell 如果都做的还不错 你就是跟指数一样 那只是你在做labor 你在做一个劳工 也有道理 对对 所以跟我一样 你做的好的话跟我一样 做的不好可能会比我差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you are labor 我是一年只花4个小时 你一年一天花好多时间 那如果you like it 那you do it that's fine yeah 就我没有意见 对 只是说太累了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那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闲钱没事 只是很有兴趣做这件事 我是觉得如果做的好 跟指数一样也不错啦 又可以 又可以练习你的脑筋 不要变 不要就是 也可以啦 让我没有说不好 可是你如果把全部的资产都弄进去 也不好 所以你只是小玩 小赌怡情啦 大赌伤身啦 大赌伤身啦 就是这样子 yeah 谢谢 yeah yeah Dev 你上来要补充吗 还是 James老師 还有刚才Ron先生 我是用我个人的例子 给你一个参讨 我记得我前几个礼拜 我跟老师房间我分享了 我对特斯拉的一个交易 当时老师 我听老师语气是不提倡 我后来想一想了原理在哪里 就是刚才Ron先生的sell put 还借股 我当时是特斯拉下跌很恐慌的时候 我是sell put 140 我拿到权利金是3块7左右 所以我后来借股的 那个平均价是130多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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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错过了什么吗 他最后 特斯拉是可以跌到101的 我其实如果是不sell put 我用我的资金在101 我不说120 120 110左右 我拿钱来买正股 而不是用sell put 来锁住资金的这种情况 我的收益比现在还多 同理你sell call 我就不说个股好像特斯拉这 这么动荡的股 你如果是sell 美国大盘指数S&P500 或者是纳斯拉克100指数的QQQ 这种 你用sell call 每个礼拜 曾经我去记得去年最恐慌的时候突然 QQQ可以一天涨7% 你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sell call 你是定了什么目标价 你能sell call 来不让被他call 他长了7%之后的QQQ 你有没有勇气再接回来 永远在他的成长的路上 陪着他一级成长呢 如果你存了sell call 或者是sell put的念头 你的这个心理作用是很难克服的 我就用我的个人的经历给你做个参考 好 谢谢你 其实我觉得sell put 和sell call 都属于disclare 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心理预期是多少 比如说如果是那个像QQQ和SPY的话 我是不建议sell认识个股的数据会的call 因为那个长期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对于大盘来说 SPY QQQ 我觉得我可以持有 你既然可以持有的话 那你sell call call pull的话 如果比现在的价位低10% 我愿意接 get it get it之后 他如果涨去5% 我按到5%我就卖掉 他涨了5% I'm happy get it out 然后再往下再接100% 我再接进来 嘛 就是这样跟一个变成像那个 建造说是变成一个 labor work 非常枯燥的一个 labor work 但是你try to come the market 但是你可以给你一次自己一定的容错率 就是说你sell put sell call sell put的目的就是说 我愿意在这个价位接 sell call的这个目的就是说 我愿意在这个价位卖出去 我卖出去之后 I'm happy 我卖了5% I'm happy 你涨10%和我没有关系 我再按照这个价格 我再买进来就好 因为他不可能永远涨 没有一个index永远不可能 一年涨50%到100% It's never happened ok 就是说他总是在一个range里面 他在这个range里面的话 如果你愿意在这个range的下颜 你说I'm good to go 你就sell 接了你就接 对 我想Rong讲的也ok 对了 那David讲的也对 这个就是不同人做不同事 那对不对在于你要持续做 你会发现假设你有100万没有买QQQ 那你用100万 那你就是一直在做sell put sell call 因为假设了 假设你有100万的QQQ 100万的现金 那你在那边做sell put cover call sell put 因为你有cash 那你做一下 那这个 那假设你能够beat the market 他就还要缴完税 那我不知道 那你就要再推出账户吗 如果还要缴完税 我相信要beat the market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好 所以我不知道Rong 你有没有真正算过最后的performance 那这个是要大家每个人个人去算的 我想也不用说你 你怎么样 这个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了解就好了 那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 第一个 你time the market 你有没有能力time the market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买指数买的不卖是 不会time market 那就是说我们这是 这一种 这是一种做法不time market 是一种做法 那如果做option的人 你也说我是不time market 我就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sell put 把这个价内价内的这个这个sell put 有来我就买 我也不知道涨跌 那sell cover call就是价外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会被涨 反正就是两边就是赚来赚去的 有我有股票有现金哦 这样子每每个礼拜都卖卖卖卖 或者每个月卖卖卖卖 啊也可以反正你也不知道啊 你也你也是在猜了 反正这个就是不知道不知道的那一群 那不知道这一群 有的人就是买指数买了就不得 啊有的人不知道这一群那就是啊 也是上下的离远一点嘛 不要被touch到就算了啊 就这样赚一些小钱那 那level earn the money 那end up跟指数差不多 那也ok啦 要不要去缴税那个人的问题 我想这是不知道的做法完全不知道 那今天如果假设我看过一个paper 还有就是有有有那个作者就是那个 漫步华尔街的傻瓜啊 他对这种是研究很深的 他说vii the call vii the call vii the call 要注意vii the call 很好 为什么 今天你就是dave讲的就是说 有时候跌到一百 特撒跌到一百二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底 可是你vii the call vii the call 那如果跌下去哦 那你就是损失那个那个小钱 就是买那个right的钱 vii the call 而且他他通常买的比较长 liip call 那来了比如说一百二 那你就vii the call 一百一 那买到了就给他买了 就买了 就是 等下来就买了 买完他可能继续 你就不要管他了 那是vii the call 那是你有一个长线思维的时候 而且要做什么时间 就那是恐惧的时间 不管你是买正股 或者是你vii the call 你要在非常低的时候 非常恐惧的时候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好像还有道理 还有道理 所以哦 你要在最低点的时候 要么就买正股 像你一百二买还是会亏 可是现在不是赚了吗 一百三买好像亏还是赚了 所以 这个是有time的有点time的market 就是说在恐惧的时候买 这个是有点time的market 可是是不是说看技术现金不是 就是在大家非常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那你贪婪有两种方式来 就是vii 直接现股买 一种就是vii the call 比较长一点 liip call 那让他跌下来 我直接直接买买vii the call 那可以 可以就是要接正股了 啊如果 没接到 就是vii the call 所以 i don't know 就是 i don't know 就是vii the call 就是最多就亏这些了 就这样子 但是 buy option overall 说是非常非常 risky 和timey market 你如果 你去看那个漫步华尔街的傻瓜 他去讲 他说 这不对的 就好像 买正股的人 在对地点买的时候 怎么会是 会有问题 不会嘛 所以 sale的人 most always 就是赚小钱 赚小钱 sale always 赚小钱 因为你封顶了嘛 而且我补充一下老师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你说 你一般sale call 或者sale put的人 他的思维很难 适应就是说 他QQQ 比如说去年突然涨 一天涨7% 他有没有勇气 在承接QQQ回来 在高位的时候 因为根据你之前分享的一篇文章 一个数据就是说 这么多年QQQ涨幅 或者是SPY涨幅 只要中间错过 涨得最好的10个交易日 整体的收益水 年化收益率水平 就不是9% 或者4% 而是跌了一个数量级 变成6% 或者5% 就像你说的 并不比房地产好 长线来说 你如果是sale cover call 或者sale put的人 是要承受这个风险 承担这个风险 但是如果照James老师说的 就是你有余钱 就随时买 不要time market 总在market里面 你是可以赚到这一整波的 那个QQQ SPY 整波涨幅的那个 经济成果的参与到其中的 你就不需要炒心这些 而且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 你还要考虑你买卖这些操作 产生的税负问题 国税局会分走你很大一块利润 就比长线持有就难很多了 如果是要比最终结果 好以上 我想那个巴菲特说他的保险公司 会赚钱 可是其实他收的保费 最后都赔回去了 他说这种本来就算精准的 就是说十年一遇 他就整个赔回去了 虽然他每年都有收保险金 那因为他拿保险金先拿来运用 那他这个免费的钱就拿来运用 所以他赚一些这个 乌额金去投资赚钱 可是最后Katrina 他就又把那个过去收的 十几年的保费就全部赔回去了 所以他说保费 其实最后都会赔回去了 只是他事先拿一个免费的钱来投资 一样的就是说option的人 你们也是在做 卖option的人就是在做保险 所以你收一点小保费 就是我说吃的像小鸟嘛 可是哪一天Katrina来之后 你就拉的像大便嘛 那当然Noong讲的说 我就不做个股了 我是做SPYQQ 对啦没错了 所以你就赚小钱嘛 就赚小钱 最后就是labor sale的人 那我们谈的是 像漫步华尔街那个傻瓜 他就是讲就是说 其实我也不错 我也不认为他完全对 这可能要去研究了 可是我觉得他讲的是有 比较有道理就是你要 你要sale一个 你要buy一个call 那你就是这个 这个你就有right 这个是 你就是有这个right 在120的特斯拉你买得到 你就是有right 120买得到 他在跌 反正你用1万块买一年的leap 你120可以买得到 那这个是投资啊 这个是投资 就是说我这一年来 未来一年他会不会涨 I don't know 如果他不涨 那我就1万块亏掉 可是他如果涨 我这一年都有 全力用120买 那超资在我 那这个是 是对的 所以要买leap 要买长期的call 这个他就是这样说的 所以跟一般做option的 短线的人不一样 你卖的人是赚小钱 那没错保险公司都赚钱是没错 可是只要一拉死啊 就是亏光了 那你说你做的SBIQQ 那就是赚小钱 因为他的波动力也不大嘛 所以赚小钱 最后你就是赚labor 因为就是interest rate嘛 就这样子 那五六percent 一年到十percent吧 嗯 呀 好 那个 Ron跟Dev 有没有要再补充呢 那 谢谢老师 我没有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Jeff 谢谢Ron 然后谢谢James老师 最后一位是我们这个Frank Frank如果您在的话 可以直接开麦 谢谢 那个Frank是右下角这边 可以按一个麦克风打开 Franc有话要说吗 让你来 还有话要说吗 我没有话要说的 谢谢老师 哦 哦 谢谢哦 哦 就是Frank说他没有话要说 所以没关系 好 那呃 呃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在最后 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热情的 跟我们跟老师一起交流 讨论 然后呃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都会在每周 这个时候加入我们 那我们再重申一次 就是呃 呃 呃 等一下 稍等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Clubhouse 这个房间 我们是在每周的每周六的晚上呃 呃 十点到十一点半 然后每期时间早上 十点到八点半的时间 我们会在这个房间打开来 跟大家交流 以及讨论 那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呃 呃 针对你之前碰到的一些问题呃 或者是理财的一些想法呃 上来跟我们分享一起讨论 然后如果不方便说话的话 我们也非常的呃 呃 就是欢迎你们在RubTrack里面呃 呃 直接把你的问题给留言下来 那希望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房间 可以更好跟老师交流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呃 做指数投资的条路上面共同成长 然后呃 也希望就是就是投资以台这个 这个呃 观念可以带给大家不但不但只是在 在投资上面还有在整个的人生 跟个人上面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成长 那最后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房间的话呃 呃 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 就是这个画面里面 左上角蓝色这个铜像 点进去按Follow呃 呃 左右呃 左右边有一个Follow 按下去之后呃 呃 每周的每周六的这个时间都会 收到来自Clubhouse的系统通知 这个房间已经开了 如果你今天才刚加入 来不及问问题 或来不及分享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每一周的同一时间都会在这个房间里面 跟大家一起呃呃 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共同成长 那James老师在结束之前有什么呃 呃 内容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好好呃 呃 我想任何资讯哈 大家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 你要思考的很深入 而不要听别人讲哈 你要自己思考 啊 导出答案 啊 不要人云亦云 你要先证明他错 啊 要证明他错 像比如说我那个Dev传给我 那个上面那个影片 我看完之后 当然他讲的啊 就是他不是SBYAQ 不是第一名 可是最后他第一名 那我也要去找资料啊 所以我也会去找这些 asset的排名 那之后再证明 哎这件事情是真的啊 所以他讲的 其实就不用怀疑了 可是 你还是要找证据啊 比如说我要跟你们convince 那我也跟他讲一样 那我就没办法要证据 所以我们 一个命题 他假设他那个是个命题 就是说啊 SPYA从来都不是第一名 可是最后总结长期 他就是第一名 这是个命题 那对错 那你要去证实 那证实 那我们就是要 那你如果能够找20年 20年啊 有一个资产 他胜过指数基金 20年啊 那你可以拿过来 我们讨论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 我们 这就可以证明我们错 这样 20年以上 20年以上 这个 那你要去 你不同意的话 没问题 那就可以证明 那你要证明啊 你要拿一个证据来证明说 詹姆斯你说错了 长期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资产 会胜过指数 哦 那当然你说 你拿巴菲特来 当然我同意啊 巴菲特是其中一个了 他胜过指数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 asset 我们谈的是asset asset 就是资产 资产类别 不然是commodity 或者是emergent market 或者是european 或者是亚洲不包含日本 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时间越长越好 那你证实哪一个资产 长期可以胜过指数的 那我们可以来对话 那这个就是 这逻辑 这个就是 一个命题的证实错跟对 所以 大家收到一个资讯 你可以不同意 没问题 可是你可以要证明啊 要证明不能说 我就不同意 不是要证明 证明他是错 这样子最好是证明错 通常要证明错比较容易 如果他真的是错的话 很容易就可以证明错 所以像做option啊 我也没说option一定不能错 可是你要证明他错 证明他错 那你要讲出错的原因 哪一种状况他会错 只要你找到他会错的状况 那就不保证 他的讲话就不真了 就不完全真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谢谢moderator 谢谢所有今天提问的朋友 也谢谢大家的参加 好 那 谢谢James老师今天最后的分享 那我们这个房间 会再留两分钟到04分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房间的话 可以点击James老师的头像 进行按关注 谢谢